我就把剩下的单字都上完了 第二是一个单字expose 这个字呢要请你先背注的地方 在第一个这个review 把这个review画起来 第一个 所以就是透露啦揭露啦都可以 刚好我们前几天上到的单字也有 第二个把这个expose 也可以 所以呢这个记者揭露了这一个东西 那因为expose他本身当集物动词的时候 面必须接个授格 这个就是他的授格 那affair这个字除了翻成国际事务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婚外情 比较不好的意思就是婚外情 这是一个动词 所以这个消息呢震惊了所有的人 第二个的意思呢叫做露出 所以呢第二个要画的是这个 等秀 好了吗 好来说lefumber 这个dug的上面你写个dig dig的是原它的原型 它叫dig dug dug d-i-g-u-g-u-g 好就是挖 所以这个水电工呢挖开了the floor to expose the water pipes 那这个water pipes呢就是水管 当然你可以写pipe就好了 再来它当动词 所以第一个揭露 第二个露出 第三个曝露 so ok 好再来第二个单词呢叫embarrassment 这个m-e-n-t呢一个概念 大概有m-e-n-t都是名词 所以呢 the students who were caught cheating on the tent 生化起来 好第二个呢 这两个一起留 要嘛就这两个一起省 所以呢 基本上它如果是被动 大概就是b动词加个pp 那我们的习惯呢 就是b动词加pp表示被动 那关带呢如果要省就是关带跟b动词一起留 关带跟b动词一起省 那被抓到 一样记得写个加安居 大概它都是一个当下正在发生的事 所以学生呢哪一个学生 被抓到作弊的这个学生 第二个这个hawn his head embarrassment 这个hawn本来是吊 不过呢hawn his head embarrassment 大概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照片呢 就大概很尴尬 所以他的头呢就滴滴的 好再来 所以他当名词就是尴尬啊 难堪啊都可以 再来当动词的时候呢 embarrass这个字你写一下 大概都是东西 embarrasses 你可以直接加yes 人 所以他当动词的时候 大概都是东西 或是事情当主词 那人大概都是放后面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it 那it embarrasses Chris when he tripped and felt in front of the girl he likes 那这里呢the girl 少了一个字 你可以是混 你可以是let 因为他省略了这个关带 是他喜欢的那个女生 那因为呢 后面是主词加动词嘛 所以基本上可以从这里知道 他就是一个售格的关带 那售格关带是可以省的 那什么叫trip 就是半导 所以当他不小心 因为被半导的时候 是不小心被自己的脚半导 跌倒的时候这件事情 这一件事 让Chris觉得很尴尬 好的来 那embarrassing呢 一样哦 人间ED 东西加NG 所以这个呢你可以写东西 意思 embarrassing to一个人 大概就是对这个人而言 这件事情 或是这个物品 是让他觉得很尴尬的 好的来 那embarrassed的话呢 大概就会是人 人间ED嘛 所以人 意思 embarrassed 人间ED 东西加NG 那就变成形容词 那embarrassed 它的后面可以是at 可以是about一件事 所以你可以写个something 就是这个人对这件事情 或是对这个东西 感到很尴尬 感到很难堪 好那一样 你也可以是人 意思 当然你可以写feels feels这个字呢 当连续动词的时候 它的用法 其实跟逼动词一样 人 feels embarrassed 那to do something 就是去做这件事情 是令他感到很尴尬的 好 再来第23个单字 叫做loss 那loss这个字 其实原本你们学到的是 应该lose 这个字 lose lost lost 它是从这个字呢 的变形 变化过来的 所以第一个 你要先知道的是 lose 是输 或者是失去 那它的名词的时候呢 就是丧失 或者是损失 所以要画的地方 来把这个it 画到后面 在这里 画到这个地方来才对 所以这个呢 叫做虚主词 哪一件事情呢 要花很多的时间 to overcome her lost off 好吧 第二个 把这个off圈起来 那这个off呢 翻成的 就是自信心的 上师 after he had lost every game 他失去 呃 输了好几场比赛之后呢 他呢 就失去了他的信心 第二个要画的是这个 had lost 往上画 就是比这个过去事 还要更早发生的 我们会用过去完成事 好 再来 所以loss呢 可以当成 丧失 或者是损失 OK啦 那再来 下面剩下的呢 就是那个 其他额外的单字了 那这一刻再上的 其实就是 why do we lie 为什么我们会说谎话 那第一个 你想到的 会说谎话的童话故事里面 大概就是pinocchio 就是那个鼻子 说谎话 变成这一个 第二个 in ir responsible 那这个ir 你备注一下 他是一个否定的字首 就比如说有什么un啊 有什么dis啦 有什么im啊 这种大概都是一个否定的一个字首 所以可以un 可以dis 可以im 那ir刚好也是 所以ir responsible呢 就是不负责任的 好 那你要对什么事情 有责任 当然你就把那个ir去掉 就变成他的相反责乐 所以叫responsible 那responsible 你对谁负责 记住哦 第一个用的是for you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yourself 你要对自己负责 那第二个呢 be responsible for 那这个应该对你来讲不难 因为接系词后面加ng 记得动词后面加ng 这个应该ok 再来下面 那名词呢 叫responsibility 就是你的责任感 就是责任这个值 职责也可以啦 所以一样 他一样用for 所以你对什么有义务 叫have responsibility for doing something 好 再来 那你 呃 这一件事情呢 是某人的责任 叫it is once responsible to 那一样哦 这个to其实是真正的主词 就是后面的这件事情 是真正的 这个是真的主词 是某个人的责任 好 那你要宣称 对什么负责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很正式的动词 叫做clamp 这个字就是宣称 好 再来第三个单词呢 叫marketing 像以我们音音来讲 很多人未来也会去念行销 所以呢 这个marketing 这个字你备注一下 market 本来是市场 那你要带上市场的这个行为 所以我们就换成行销 好 那第四个呢 叫做what line 为什么是白色的谎言 因为白色带外国来讲 就是比较纯洁的 所以呢 有时候呢 会让他们认定 这个可能是不得已的 所以譬如说以例句好了 像他讲的 you look great 日行一善 所以这个呢 就是善意的谎言 好 再来第五个单词呢 叫做ego 那ego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自我 可是在课本里面 他给的是自信心 对不起 自尊心 好 再来 那当然第二个呢 如果今天我们讲说 是have a big ego 他的自我非常的膨胀 就自我膨胀的话 所以我们就翻成十分的自负 这个就不好了 过度的自信 就变成自负了 相当 有程度的自信心是好事 可是过度的自信心就变成自负 对有些人来讲 就会觉得不太喜欢 好 再来第七 第六个单词呢 你把那个re圈起来 re其实括号起来就好了 因为think本来是思考 那re就是again 就是think again 所以简单来说 他就是重新再思考 再思考的意思 再考虑的意思 也ok 所以如果是重新再考虑 就是reconsider 那你第二个要知道 是think这个字 他的过去是 叫做thought thought 然后第二个呢 你在旁边写个thought 你加了s的时候 thought 加个s 他就变成你的名词 你的想法 脑袋里面的 脑袋里面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thought这个字 你可以直接写 叫做想法 自己写上去 ok咯 再来第七个单词呢 叫motive 这个字就是你的动机 大概就是你的reason for 你就是你什么什么的原因 什么什么的理由 所以你的背后的动机啦 的原因啦 都ok 好 那你背后的动机的介习词 第一个你可以用for 第二个你可以用behind 因为毕竟是背后的动机嘛 所以我们就用这一个 好 那下面这个 就看过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question 当动词的时候是质疑 或者是怀疑 那suspect就是怀疑 好 再来下面 偏语 第一个叫cover up cover本来是盖 那cover up 把东西盖在某个东西事情上面 所以可以翻成掩饰 或者是掩盖 所以the naughty boy tried to cover up what he had done 好 把这个what he had done 整个往上 往前 画到这个字 一样哦 比这个常识 还要更早发生 所以比过去是更早发生的 我们会用过去完成试 所以过去完成试一个特色 就是他的句子里面 大概都还会有一个过去简单试 提醒了你 他的先后顺序 所以呢 他在学校做的事情 更早先做了嘛 做完之后 他想要掩藏 but his parents still learned of 好吧 这个learned of 这个字两个圈起来 写个得知 记得我不是学到 叫做得知 那就像你们不得已 当然不要做坏事 我也不得已 不会去通知你家长 当然 很多东西 自己学着在学校处理完 就ok了 可是有些事情 像记过啦 警告啊 这个真的没办法 这个在学校的系统 里面一定要通知家长 所以不要逼我 去通知你的家长 第二个呢 叫cover up something 那这个是一个可以拆的片语 所以什么叫可以拆的片语 就是你的代名词 如果有代名词 就一定放中间啦 那名词的话 就随便你了 你可以cover up something cover something up 可是如果今天 它是代名词 譬如说it啦 lamb啦 那就没得讲 就只能放中间 这种就是可以分 跟不能分的 动词片语的差别 好 再第二个叫make up something 刚是cover up 现在是make up 那什么叫make up 第一个叫做捏造 无中生有的东西 所以呢 we then didn't apologize just for being late 把这个for往后话 为什么是be and g 一个概念 因为late它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迟到的这个行为呢 譬如说你迟到了 叫you are late 那你的迟到这件事情 就是you are being late 你迟到这件事情 那instead 相反的 he made up an excuse excuse 好 那这个excuse背注一下 这个字通常是一个借口 如果是合理的 我们就会写reason 有点夸张的 譬如说为什么坚持到 头发骨折 这种的话呢 它就叫excuse了 那第二个呢 把这个which 括号到这个字来 修饰的呢 就是前面这个行为 所以它呢 捏到了这件 那个借口这件事情 which drove his friend's map 好 第二个把这个drove 写个等于made 可以哦 让他的朋友呢 非常的生气 那当然现在防疫期间 不得已 不要群聚 所以就不会有迟到的问题 好 第二个 那你可以一样 它也是一个可以猜的片语 所以你可以是make up something make something up 那记住如果是带名词 只能放在这里 像make it up 好 那要操的地方 第二个叫做组成 不过呢 有什么什么组成 记得加个of a and b 第二个第三个呢 叫做和好 第四个叫做补作 其实写个5 好了吧 make up呢 可以当名词的时候 中间一杠 它就是化妆品 to wear some makeup 你可以用wear这个字 好 我写在这里哦 所以呢 擦化妆品 叫wear some makeup 那你的make up中间 就可以一杠 那这个就是变成 擦化妆品了 好 再来第三个单词呢 叫safe face 那safe本来是节省啦 或者是保留 所以safe face呢 就是保留你的面子 Mrs. Goldman didn't correct her husband in front of her co-workers 那这个co-workers呢 其实就是colleges 也可以 就是同事 他在他的老公的同事面前 没有去纠正他 其实就是为了 help him to safe face 一样少了一个to 记得哦 加个to上去 好 再来 那如果当人家很丢脸 那就是用loose face 丢嘛 就刚刚那个字loose的那个 lose是名词 loose是他的动词 所以loose face呢 就是丢脸 好 再来第四个 we're rather a land b 那这两个要知道 是a跟b的词性 必须是一样的 那大概这个a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原型动词 好 为什么是原型动词 往前化 因为wood是住动词 所以住动接原动 我看到 so as a father 身为一个爸爸 eros would rather die land let 所以你看哦 这个a是动词 b 也必须是动词 那大概这两个 都会是接原型 是因为wood的关系 好 那第二个呢 把这个let 往后再画到这个字来 这个字叫做十一动词 所以十一动词 后面一定接原型 好 再来 所以这个没问题咯 再来 we're rather的旁边 还是提醒你 基本上他接的动词呢 是可以相同的 不过相同的时候呢 可以省略的是land 的后面这个动词 譬如说 i would rather swim in the sea land swim 为什么 因为两个一样 那一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省略 后面的那一个 对了吗 然后第二个呢 比较特别 他比较强调的是 跟事实相反的愿望 就是很希望当初怎么样 所以呢 i would rather you hadn't 为什么 因为当初 所以这里呢 他会用这一个 而且为什么 只要用那个过去式 you would的 是will的过去式 所以既然呢 你的助动词 已经是过去式了 我们大概后面的 也用还在加比 或者是用过去式的动词 表示跟事实相反 好 那再来 we're rather呢 可以宁愿a 而不要b 类似的 第一个 这个to 可以哦 so we'd rather prefer to we'd rather length 第二个 prefer I'm G to I'm G 这个to 你要备注的地方 是因为前面是I'm G 后面就必须是I'm G 是因为本来 不管它是什么 这种的词性 就本来就要一样 所以前面是I'm G 后面就是I'm G 它是介细词的to 好 所以这三个呢 你要备注的地方 就是情愿要a 而不要b 有三种句型 所以比如说 看第三个例句好了 I prefer swimming 既然这里加了NG了 所以后面呢 就是to jogging 两个NG 因为这样才可以对等 好的 第五个单词呢 叫stay up 那stay up呢 其实就是go to back later later land 记得就是更晚了 所以philips stay up late it last night to 把这个to 写个in order to 为什么他熬夜的目的 就是为了 去做这件事 所以这个to呢 你可以变成in order to 中文就是翻成为了 好 但no wonder he fell sleepy 把这个feel sleepy 写个不等于 fall asleep 一个是已经睡着了 叫做fall asleep 那feel sleepy的话呢 其实就是还在撑 想睡 可是可能还没有真正睡着 那fall asleep呢 是已经睡着了 第二个in class呢 写个上课中 跟在班上不一样哦 如果今天是在班上 你是in the class 在教室 叫in the classroom 所以这三个呢 意思不一样 上课中叫in class 好 所以类似的stay up呢 可以等于stay up 为什么你做得很直 sit就是做嘛 那你熬夜大概就是做的 除非你当然 躺着也可以啦 第二个呢 叫burn the midnight oil 就是烧油 为什么 因为以前没有灯 以前都是烧那个油嘛 油当做你的那个油灯 所以burn the midnight oil呢 一样是熬夜 好 再来第六个 叫spare once feeling 这个spare本来是节省 节省哦 可是呢 你省了这个人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不管 你完全没有去顾及 就是 你不能这样讲 你顾及了他的感受 你把这个 感他的感受给 省下来了 所以呢 avoid 这个字就翻成avoid 所以don't spare my feelings 你不用去在意我的感受 just tell me the truth 跟我说实话 even though 那这个even though 你可以写even if it may be quad frustrating 那frustrating呢 其实就是很挫折的 很沮丧的 那为什么加ng 因为人间一滴 东西加ng 所以spare once feeling 就是努力 不要去让他难过 好的 所以这个没问题了 再来第七个 叫so as to 把这个so as to 这个to圈起来 记得to呢 就是为了 等于 in order to 所以sandra sets the alarm for 6 a.m so as to 那这个so as to 你可以写个等于 in order to 就是to 为什么把闹钟 订在6点的原因 就是为了 get up early to catch the school bus to school 他要搭 对不起 搭公车而已 不是school bus 搭公车去学校 好 那这里刚刚写的 就等于 in order to 在第八个呢 叫keep someone 记得哦 人放这 out of something 事物放这 所以让某人 远离 因为out of 就是远离的意思 就是让他 不要卷入这件事 所以think twice 两个字圈起来 写个三字 我们外国人 想两次就好 我们中国人 要想三次 所以叫think twice before you post anything on the internet 这也是真的要提醒你们的 有时候你的开玩笑 过头了 人家就觉得不ok 那因为现在在网路上 其实真的全名勾载 不要以为你放了东西 设了小帐 好像人家不知道 有时候其实还是有可能 会泄露出去的 所以在你po任何东西 在网路上的时候 要三次 this can keep you out of trouble 有时候呢 的确真的想一下 的确可以让你远离 麻烦 好 再来 ok了 再来这个往下 那再来要讲的是这个 记得这个大概呢 th放在字尾的时候 一个概念 大概就会变成它的名词 所以这也是这次 要提醒你们的地方 所以truth变truth what变what long变length 这些加个th呢 可以变成名词 好 就到这边 OK 好